还给世界一门科学投胎学 佛法48大院第18院 透过十年必定往生 生生不息的灵性 灵魂的振动频率 必须与身体的振动频率配合 所以让灵魂根本的注相来 达到合一 文说阿弥陀佛指齿名号者 文就是用耳朵听 你不管因什么机会 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的话 您就跟着持受念佛 相信十年佛 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说能长久的送念 或者念送多久 就是经过你的耳朵一听 从我们耳根 就能够留下了一粒 成佛的种子 佛说一人耳根用为道种 就是殊胜的道理了 佛为大一王 觉醒觉知世人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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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